聖父、聖子、聖民的名 奉聖父、聖子、聖民的名 愿违改与社罪之道合理传扬 阿们 各位听众姐妹平安 这段经文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当年这段经文是我大学的老师 在我环游庆祖的时候跟我来分享的 对我来说可以说产生了当头棒喝的作用 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太多的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 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 这段经文对我来说还是非常记忆深刻 非常有价值 我想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的思想我对他的认识也有不同 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 从第一次听到到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信息 大家可以看这个大纲 我今天主要分析的就是有这六点 两个部分六点 第一个就是我过来分享 耶稣是指出上帝知道是上的部分 然后我再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说上帝知道是上的部分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很讲究实际的 什么东西都是要好的 然后我们追求潮牌 最不最好的 那你要不要最好的呢 今天各位坐在这里 那就是来领受最好的 好我们来看 从这个故事背景来看 这个现实的场景当中 这个姐妹的状态 它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这个故事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当中 他没有提到特别具体的时间地点 但是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 和其他经文的对照来说 他应该是在耶稣进入到耶鲁撒冷之前 在佛大尼有一个休息和短暂的停留 那么他们进入到一家人当中 这家人在招待他们 他们分别是马大马利亚这里面 还有一个人 就是他们的弟弟 就是被耶稣从神墓里面 拉出来死里活活的拉撒路 所以就是他们这一家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背景我待会还会提到 现在就像暗下不表 大口要说 那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 耶稣带着十二个人徒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人 这是一群人来到的村庄 然后呢 马大要负责接待 你想当时又没有什么叫外卖的app 也不可能有很多电器化的烧菜的手段 所以你想一想 你要招待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 至少十三个人 那么一大群的人 你要去准备饭菜的话 会不会很累 肯定很累吧 他们还有就是驴子啊 其他的这个牲口啊 要招待 要卸货 要喂啊 要饮啊 那是非常非常累的 所以马大忙得头头转 你完全可以理解 他就是这种心机活了的状态 应该完全能理解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马大看到妹妹坐在耶稣跟前 哇 他就想 这个无名之火又腾起来了 是不是 你都轻松啊 我这里忙得要死 你住在耶稣前 你在干什么 他可能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是听道还是在聊天 他不知道 但是看妹子很轻松的样子 所以这个姐姐就非常不高兴 所以我想这句经文里面记载是 应该是马大很克制他的情绪 他就说 主啊 你把我的妹子一个人留下来 留我一个人来伺候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他来帮我 我是在磨你这个口气 其实一句话非常婉转地批评了两个人 对不对 我请大家敢这样跟耶稣说话 你去查查圣经 连门徒都敢 这说明什么 马大跟耶稣的关系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因为其实根据圣经学的研究 他们一家是一直招待耶稣及其门徒 支持他们 然后呢 拉撒路也是耶稣把他救了复活的 所以他们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那么 这个马大是一个心之口袋的人 很显然 他所表达的情绪 我刚才讲了 大多数人都是能理解的 我们不是责备的 对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 如果换是你 你也应该是这样的 那服侍的工作呢 的确是做不完 很累很辛苦的 那希望耶稣不要跟妹妹说话呢 这也是很实际的 还要缓解他的压力 但是我们听耶稣跟马大怎么说呢 他说 马大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繁凉 但是有不可少的只有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海的福分 事不能夺去 大家请记住 耶稣没有批评和否定 马大的心情浮世 没有说你做的事情不重要 没有说放下你手上的佛 马上过来听到 没有 因为耶稣是通过马里亚的一个选择的 对他的这个选择的肯定 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信徒 服侍耶稣 与坐在耶稣面前听到有什么不一样 马大的忙碌呢 是想服侍主耶稣 这是好的 没有错 但是呢 他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繁扰 他被这些具体的事物吸引走的思想和经历之后呢 其实他就错过了耶稣自己和耶稣的道理 所以马大的缺憾是服侍主却没有得到主 而马里亚呢 他是抓紧这个机会与耶稣基督相处听主的道理 听主亲自讲道 他就抓到了上宝的符合 那可以这样说 马大是为主做工 马里亚是让主做工 再评论一下 这个 马大是为主做工 马里亚是让主做工 都不一样 马大是要得到主的欢心 马里亚呢 是要得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工作的结果 所有的工作结果都会消失的 那唯有永生是不能夺去 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就是永生 今天我们许多爱主之人的难处在于 如果我们忙着服侍上帝呢 结果有的时候却忙到失去了上帝 那么真正的爱主是无论外面有多忙 里面都是不借一人 只借耶稣 我现在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马里亚坐在耶稣脚前 听到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下 大家知道 当时还是一个男尊女卑的一个社会 女性 她尤其是像马里亚这样的普通家庭的女性 她的任务就是烧饭做菜做家务 然后招待其他的客人 然后吃饭她都不能跟男性在同一桌 其实在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她在罗外之下 女性只能做家务 她不能上桌 那么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 是指耶稣的传道的工作是非常传重 而且大家都知道耶稣经常是给几千人传道 还有很多人就是想要听他的道 然后挤过来 然后耶稣说我需要去安静的地方休息法道 所以她拒绝这些人 那么现在的这个机会是很特别的 也就是说她直接对一个人 就是马里亚一个人亲自的来想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是耶稣是多么的虚极谦卑 同时对于任何想真正想听到的人 他就会觉得这是绝对难得的机会 那反过来说 我们看到马里亚单独一个人在这里听耶稣讲道 她是很有福气的 她的讲道绝对不是左耳朵精明右耳朵粗 然后也不是人道信不道 也不会是为了逃避家务去听道 她是对真道的渴望 对耶稣的爱戴 她是真心想听进去 而且她是听进去的 甚至我可以说她比门徒听得更准确 所以理解得更深刻 为什么暗杀不准备家务去听 我们现在熟悉圣经的听众姐妹 肯定还知道路加福音里面还有一个记载 而且是四福音当中唯一的记载 就是浪福别后的比喻 这个比喻当中 也是兄弟的行为很强烈 跟姐妹的对比也是很类似的 但是跟马道马利亚 他们都是在选择好跟上好之间的不同 这两个弟兄是另外一个状态 一个是小儿子是悖逆父亲 离家出走 归货家财 纸醉经历之后 自己的人生真的是一套孤土之后 在斑然毁物 一个大哥就是天天在父亲家中 但自己却是一个故宫心态 把遵守父亲的命令 做个听话的孩子来当成最高的目标 其实和父亲也不亲近 如果说浪子是人不在心不在 跟他的父亲关系破裂了 那么他的大哥是人在心不在 关系也破裂了 其实也不好 所以他们两个兄弟的表现是类似的 表现是不一样的 但是本质是一样的 就是跟父亲没有一个亲近的亲密的关系 那么耶稣的寓意自然也是指出 作为受造的人类 无论做什么 如果我们受造的人类 没有跟天父之间有一个和解的关系 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做的都没有用 没有意义 那么其实跟玛利亚和马大 这个事情也是高度相关的 为什么要有这个例子 耶稣帮我们去思想 如果马大做很多事情 他不能真正得到跟耶稣之间最美好的关系 他做了白做 不是说他做的不对 而是说他做的 没有做到目标上 那玛利亚呢 他虽然看了准备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听上帝的道 然后和上帝保持一个真正的关系 那就是对 当然如果说你来听道 你是昨晚都听你晚都出 然后你也是人在心不在 那么就跟那个大爷子一样 就是说也没有达到真正的目标 好 那么我们就来说 就是说 玛利亚 玛大和那个浪手回头里面的兄弟 他们的行为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 对我们的现实生活 信仰生活 都是非常有启发的 我们常说 就是我们不仅要把事情做对 更加去做对的事情 你把事情做对 你可能干了件坏事 但是你干了很漂亮 但是你是做坏的事情 那所以你不仅要把事情做对 更加去做对的事情 那么浪子是一个怎么样 做出错误很遏忍 但是他回改是对的 那么浪子的哥哥呢 一直是努力把事情做好 可是呢 他没有做对的事情 就是和父亲拥有一个好的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看 马大服侍主是在做的对的事情 好的事情 但是他做事了 跟主本身 他的道本身清净 所以他做的好的事情 可是没有得到最好 而只有玛利亚 他是清净主听他的道 得到上主的福慧 那么耶稣呢 就是用一个很现实的事实 和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这些信仰 我们都道友 追求上帝道的人 不要去做会选择伤害自己 和伤害天赋的事情 那么而且你要去做 选择去做对的事情 那么在同样是对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选择一个上海的这个图分 用我们中国的成语来形容 就是不要买独还猪 买独还猪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成语 看到一个摊上有一个很好的盒子里面 装着一个夜明珠 然后你觉得这个盒子很漂亮 夜明珠我又还给你 把盒子买回去 所以说不是说盒子不好 而是说盒子里的珍珠更宝贵 如果你不明白它的价值 你只会拿到一个四好的 你没有拿到一个最好的 那么除了这两个奇迹之外 我还想要跟大家 有三个我自己的思考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我们是否在做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废话 比如说我们不吃不喝不睡觉 你不能活啊 你可能要死了啊 所以我们每天肯定会吃喝睡觉 这个是连刚刚出生的孩子都会的 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是 我们有没有觉得聆听上帝的话 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呢 还是说有option 我可以选择的事情呢 还是说等会有空在去做的事情呢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那主耶稣说 他就是真理就是生命 在聊有活的水 喝煮的到 吃喝煮的到 我们灵里将不再饥渴 如果我们没有觉得 这个是必须做的事情 我们自然不会有动力的 每天去做 这一点呢 我待会儿还会展开 我先继续下面走 我现在有三个按下不备 然后大家注意 听后面 然后我先来说第二个事情 我们是否会去选择 做那些难得做的事情 这个让我想起 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我有个化学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特级教师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是高中的时候 面对很多美好的未来 很多选择 很年轻吧 那么这个时候 就说我要做这个 我要做那个 然后问老师 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老师很睿智 他给我们一个建议说 去做那个 以后你可能 再也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 当然你所做的事情 都是合法合规的 都是不错的 但是他说 你去做那个 可能再也没机会去做的事情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我相信 这句话 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尤其是 人到中年的弟兄姐妹 会有一些触动 因为我们真的 至少我来说 我人生当中 常常去做那些 我觉得很容易做的 很能够搞定的事情 没有去做那些 有价值的 或者说难得一次机会 我要好好把握住它 所以我觉得我人生当中错过了很多 那种难得一次的 再也没有机会 再来 那么现在回到圣经当中了 圣灵感动 使用门徒的记载 启迪我们要把握机会 抓紧机会 那再也没有机会做的重大的事情 那我就要提到 刚才我按下不表的一个故事 一个背景 就是我为什么说 这个故事 开始的这个玛利亚 他们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稣 要进耶鲁撒冷之前 然后呢 玛利亚听到 也是绝对是我说 他已经听到 这个道的根本性 他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呢 我现在要来讲 就是 玛利亚在 听完这个道之后 他已经知道了 这是最后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 在这个 约翰福音十二章 就是发生 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 有一个故事 大家熟悉的话 都很清楚 耶稣和众闻徒一起做席的时候 拉萨路也带 这个时候 玛利亚进来 用了一斤极昂贵的相高 然后用他的头发去高耶稣 是不是 去高耶稣跟他 这个事情 根据圣经的前后 根据各种的研究 我们可以规论 它就是发生在 马大听道之后 也就是说 马利亚听道之后 马利亚听道之后 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耶稣即将到佛大 那是干什么 就是要进耶鲁撒 进耶鲁撒 那是干什么 他就是要准备 最后的去 邀请人们回改 然后人们把他出卖了 他受干了 他死了 到这里 所以马大知道 耶稣 这是最后一次跟他们见面 当然他这个时候还没有预知到复活 从他的这个行为来看 所以马利亚听耶稣讲道 他听明白 这是最后的机会 再也没有可能跟耶稣 这样面对面的听到 所以他趁着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把那一斤的香苗 拿出来去包野草 这就是他听明白的表现 那当时用这个香苗 在吃饭的时候 去包这个贵客 是当地的风俗 不是一个特别的事情 但是他用这一斤的香苗 拿大包 真的是很特别 为什么 这一斤的东西 按照那个出卖府的犹大说 这香苗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终继穷人 因为真的很贵 三十两银子相当于 当时一个普通人 一年的收入 你就这样用头发去擦他的脚 又不会觉得浪费了 对不对 你拿一点 磨磨他的铜位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磨他的脚 耶稣这话说得很明确 他说 由他吧 他是为安葬之日所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你看这里面说明了什么 耶稣已经明确的告诉大家 马利亚他知道我的受难 你们还没搞明白 你们还在这里吃吃喝喝 你们觉得还是没有事情 所以马利亚是真懂 还有一个他说 你看他说 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耶稣回答 犹大人 他就说 你们要去施舍 去做那些好人好事 去做终极人的慈善的事情 有的是实情做 有的是时间做 但是你们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 你们想一想 你们应该做哪一个 应该做那个 没有机会再做的事情 从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记载来看 就是我刚才想的 马大在忙碌 马利亚在听到 他是并明白的 那么 基督节目我刚才说的 请大家想一想 耶稣自己不常 你们不常有我 你们不常有我 我请问 我每天有多少时间 是分别出来了 到主人面前 安静地听到 是强制自己去听到 因为大家都知道 吃饭有的时候 你就是强制自己 不得不吃 还有父母来叫你 赶紧吃饭啦 不得怎么样 你是逼得自己要吃饭了 对不对 睡觉也是这样 睡觉还不睡啊 就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样的经历 就是说 听到啊 赶紧听到啊 你还不听啊 你要饿死了 赶紧听啊 你就是好像你不睡 你就是没有能力了一样 我们有没有这种状态啊 如果你没有这种状态 你会觉得 哎呦我好软弱啊 我不行啊 我这个灵灵不行 那问题是 你吃灵粮了吗 如果你没有吃灵粮 你为什么要怪自己说 我为什么要怪我没有力量 你不从上帝那里 吃取力量 你怎么能说我有力量呢 你必须去吃取力量 所以我们的软弱 大家去想一想 有的时候是 你是取了上帝很多的力量 但是 恶魔的攻击很强 你就扛不住他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恶魔也没有攻击你 你真的就是没有吃灵粮 然后你就饿了 然后你就 就是属于营养不良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就需要来安静的听道 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一生当中 有没有去领受这个恩典 请上帝做为我们来做那些 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呢 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要躺平 一来伸手放人当头 我什么事情都求 耶稣帮我搞定就好了 我甚至吃饭也是 耶稣帮我做万万 那不是的 因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 也赋予人管理这个世界的能力和权柄和责任 所以人有必要去解决很多 地上的很多事情 因为这是上帝要求你去做的 他也给你这个能力去做 你必须去做 没有人替你做的 但是有些事情是没人能替你做的 你也做不了的事情 那就是听上帝的道 这个事情 上帝的拯救之道 不是靠你自己能够搞定的 只有从上帝而来 那么我们唯独有依靠上帝恩典 才能得到救主 才能进天堂 而这个呢 我们就需要安静的听道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第二个部分 为什么说上帝之道是上好的福分呢 那今天我们在开始的十里进去 大家看你们的程序车的第一页 这两句经文 节选的经文是什么呢 叫第一页 这个程序车的第一页 第一句话 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对吗 所以我就是要跟大家来讲 为什么这是上好的福分 好我会从三个程序车来讲 第一个呢 耶稣所教导的是关于他自己和天国的信息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说他是上好的 我们刚才的信息里面 我其实是已经埋下了福比 主耶稣说 他就是真理 就是生命的粮 就是永活的水 吃喝土的道 我们在灵里将不在即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 主耶稣带给我们的上帝之道 是永生之道 你就不会觉得听到是必须做的事情 你自然不会有什么力量去 主宗的力量去做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 耶稣怎么说他自己的 下面有几段经文 一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语四章里面 是耶稣在亚赫领旁边对撒玛利亚 也就是犹太人对 看不起的 他们的杂种的 邻居 撒玛利亚 而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还嫁了五个赵子 五个赵子都死了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 耶稣单独跟这个妇人讲话 也是非常奇特的一个 一个特别的一个场景 我就先说一下这段经文 这个妇人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生 你从哪里得河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赫 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 并深处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到说 凡喝这个水呢 还要渴 人若喝我所吃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吃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圆圈 只永到永生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生理上 会有一只口渴 不断需要水 其实人的内心深处 同样有无限的干渴 需要滋润 大家闭上眼睛 想一想 你们内心深处 是不是有一个空洞 觉得你一直要有一种东西去滋润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有的话 我邀请你 接受耶稣给你 带来这个 永到永生的这个活水 好让我们里面不再感到 同样 你们内心深处 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饥饿的地方 好像永远填不宝 约翰福音六章 耶稣记载 他向人群讲道之后行神迹 有五饼二鱼 贵宝五千人 他经历了这些神迹的人 约翰天 他拥拥而来找耶稣的时候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为了见神迹 乃是吃饼得饱 好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牢力 为要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牢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天上的 是天父上帝所印证的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 耶稣说 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功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上帝赐给我们的道 就像刚才 他说给撒马利亚付的那个水一样 他也会赐给我们的食物 但是 我们常常追随主 是为了我们每天吃喝的需要 就是那些 能够喂饱我们生里肚子的那些食物 但是我们没有渴望 能够让我们得到永生的食物 而且你看 耶稣回答那些人 那些人问 我们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呢 那耶稣怎么说呢 他的回答 虽然跟回答马大的内容不一样 但是本质上是一样 也就是说 你不靠人做什么 而是真正的去听到 真正的相信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 你要做那个 你自己不能做的事情 你要去接受那个恩典 你要去向上帝去祈求 不要让他直接给他 他不能做 当然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耶稣的自我介绍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就是在最后的晚上上 耶稣和那个多余的 非常多余的多玛 门徒多玛对方 多玛对他 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人能到那里去 我们中国人 中方民主 历来是一个追求 道路真理生命的一个民主 往高大上的说 就是有 为天地地心 为生灵地命 为往胜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样的一种同大的理想主义 这种追求 往下来说 大多数的人 历史历史历史的人 都想求个长生不老 能够易受延远 这个都是我们追求道路真理生命的一个表现 但是耶稣说得很清楚 他就是道路真理和永生本身 如果你不进入到当中 那你最多只能无限于接近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 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现在大家都要去旅游嘛 那我请问 你如果不到旅游景区本身 你看再多的攻略 你看再多的介绍片 你看再多的摄影师拍的风景片 你有没有享受到这个风景区本身呢 你不能说你完全没有享受到 你感受到了 但是你如果不进入到这个风景区本身 你没有在这个状态当中 所以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个风景区本身 否则你永远是在外面接近它 而不是在它里面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说 我们进入到耶稣当中 就是进入到这个真理道路生命当中本身了 这是最重要 而不是说我们在外面看 看了解理解思想 这个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讲 上帝的道 上帝的这个至高的福分就是这个道本身 那么所有其他的福分呢 都是次好的 包括我们现在人类所有的这种思想啊 哲学啊文化啊艺术啊音乐啊 所有这些东西 不能说它完全不好 最多最多它是次好的 而上帝的道是最好的 那么说到这个永恒性啊 就提到永恒性了 那我想跟大家简单地提一下 很简单地提一下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深受佛学思想影响的一个观点 与基督信仰的不同之处 那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个观念与上帝的永恒不变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哲学问题 一个神学问题 所以我不会在这里展开 我只想点到为止 给大家一点启发 看看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这个观念 是出自佛教的经典新经 那么其实它的一个 在我的理解当中 它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认为万物呢 都会因为因缘际慧而生 这个缘生则有 缘灭则尽 那么有形无 有形的无形的东西呢 它终归是不能永恒的 它总有消失的 所以这个空呢 其实就是短暂 这个是佛学的思想 对于短暂跟永恒的一个认识 当然你不能否认它有高僧的 这个启迪的作用 教人不要注重于 准时追求那种会消失的东西 不要对这些东西 执迷服务 执着追求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它是我们圣经传道书所传递的虚空的虚空 它是高度相同的一个概念 不过呢 这个佛教呢 它所谈的这个空性 就是除了这个圆起圆灭 本身不断地在这个生成和消灭 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 那这个 这一点和我们基督信仰的认识 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上帝本身是自有永恒的 它本身是永恒不变 它爱了我们 也是永恒不变 那么主耶稣基督 就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永恒的福分 无论是不饥不渴 还是复活 无论是未来住在天上 主耶稣的应许 都是永生的看法 都是明确的 具体的 真实的 不改变的 而这个和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佛教的佛学的思想 带给我们的那种寂灭 那种消失 或者道具 可以说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 追求上帝的这个福分 是关于永恒的追求 这是上的福分 好 最后一点 我要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说 通过行善患得的福报 与承认无能为力所接受恩典 谈到这个福分 或者谈到这个福报 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当中 有一个非常熟能详的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什么 行善即得 行善即得 就是说 你积累福报 是一个人 人尽皆知的一个观点 但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上套的福分 上套的福分 是你无法靠自己得到的 只能靠恩典 只能靠恩典 我们在座 大多数的人都 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我相信 尤其是在塔内安的朋友 或者说你已经结婚了 你会发现 你答应对方 跟他过一辈子的时候 你真的不是说他完全做到所有的事情 你感觉说我可以 我可以跟你过一辈子 不是一个对等交换的状态 而是什么 而是说我愿意跟你过 这是一种恩典 其实就是一种恩典 两个人在一起 当你觉得我愿意嫁给你 或者我想去你 尤其是女生 就是说你愿意嫁给他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种恩典 不是因为他做的有多好 你觉得OK 够了我可以跟他对等交换 不是 而是说这是一种恩典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那就是一种恩典 这不是你换来的 所以我只是在这个地方 用这个小小的例子来 启发大家 大家去认识上帝的道 它是一种恩典 它不是说我换来的 你没有资格认为 我得到的上帝的祝福 是我自己换来的 凭什么不给我 不 你根本没有资格 它就是恩典 我举圣经告诉你一个例子 耶稣第一次讲到 登山本圈 发出当初第一福 他讲的是什么 如果你翻开我们的和国本 你会觉得 还可以啊 虚心的人也有福了 虚心的人挺好的 很懂对吧 其实不是 你执意 他就叫心灵贫穷的人 有福了 如果你去看他的西伯来文 他这个贫穷是赤贫 你一无所有 你必须像乞讨乞 乞丐一样的那种贫穷的状态 所以耶稣讲的第一条 你要是有福的人 你必须是心灵赤贫的人 你觉得我什么都没有 求你给我 只有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 上帝的祝福才会充分的交换给你 如果你觉得我很多啊 我很多啊 我很多啊 我这也有那也有啊 你只是我的一个附属品 只是说我人生那么多 logo当中的一个 我有房 有车 有名 然后呢 我还有信仰 那你就查 而是说你必须认我 我什么都没有 我虽然有很多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值得 都比不上耶稣 你的道 你是最好的 那这样的时候 你才是真正有福的那个人 所以 一个得到上好福分的人 你看 他不是你要做具体 什么样的事情 来换的 也不是说 做具体的事情 来证明我的道理 而是说 你要有一个极度的谦卑 渴望上帝的心 希望这个上帝住在你里面 希望自己住在这个上帝里面 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音信称义 所以今天我们也讲了很多 就是各位朋友节目 我们今天 其实是想一想 我们坐在这里 听到是何等有福啊 你知道 在一个远离上帝 甚至在不少地方 是逼迫基督徒的地方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 是逼迫基督徒 有多少信徒 有多少路道 渴望听上帝的道 但却没有机会 他们一旦要聚集 就会被抓捕 就会被冰烧 你可能就会有 进监狱 有危险 那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乖 难道这不是一种福音吗 所以能够自由地敬拜上帝 传扬福音 就值得我们献上大大的谈论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 这个最大的恩典数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用圣经 就用阿玛斯书当中的一段话 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被逆的时代 很多不听上帝话语 陷入属灵 饥荒的人当中 他们想听到都没有机会 阿玛斯书八章十一十二节 他是这样说的 主耶和阿说 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 并非因无饼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或听耶和阿的话 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 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 寻求耶和阿的话 却寻不着 感谢主 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 得到上逃的福分 也愿上帝帮助我们 可以一直去选择那个上逃的 不能夺去的福分 能够有机会 能够长长的去安静的 恭敬的聆听上帝的话语 阿们 大家请起立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主圣名 书出如此 现今如此 后来亦如此 永无穷尽 阿们